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要记得基层想要加几88块却还得出来抗争 台铁你不是说要改革吗 怎么好像变成了自肥呢 今天愉快来讨论 欢迎前立委 郑立文 大家好 退议中将率化民 大家好 立委马文君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善后知 大家好 民众党中平会议针对了假账风波就责了 现在确定要让黄珊珊要停权三年 但是是保住了她不分区立委的身份 另外就是财务长李文宗还有会计师端木正要开除党籍 那么民众党也出来解释了 主委李伟华说黄珊珊她曾经担任北市的议员 而且有担任过副市长 对政治现金的申报应该是有丰富经验 应该是很熟的 怎么会让本党陷入清廉的遗云呢 而且她还是个律师 那么黄珊珊自己也讲的要承担责任的 如果后续有重大的情节会再行益处 那么黄珊珊也讲的大义凛然 她说我身为总干事是责无庞贷的 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 我不是一个恋战的人 可是来看明明在前两天她自己说 现阶段的重点就是要善后并不是个人的问题 她说是大家要一起来面对 那既然你不恋战的话 你为什么不辞立委呢 那么现在也传出克文哲下令 即刻就要停办记者会了 的确因为这个记者会每天开洞越开越大 那么克文哲的前幕聊吴静怡也出来骂 她说这个几百万活动几千万的专在花的 但是搞到现在怎么会没有人都能够来 跟支持者解释得清楚呢 只会出来报仗而已 那么为什么在黄珊珊做出了这种烂仗呢 要知道克文哲她的每一场每一场的选战 每一周都是会有财务审查会议的财务监督小组的 如今黄珊珊领导的静总出现了这巨大的财务的弊端 怎么还可以去恋战立委的职务呢 那么相较于当初黄珊珊在逼宫要菜币如来 辞立委的时候现在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啊 好那么陈辉文也说了要提醒一下小草 你们醒一醒吧 这些小草对民众党的斗内 每一分钱都是义无反顾的 可是来看看陈佩奇她看的是1.2亿的房子 说要送给儿子的婚房 那么这些小草年轻人谁买得起呢 你买得起1.2亿的房子吗 想想请问这些小草你到底醒了吗 要问问这些小草你住什么房子 你买得起这1.2亿的房子吗 的确很多的小草都是缩衣结石 这样一分一钱去捐给民众党的 结果你看看黄珊珊 李文宗这些人 却被执疑搞小金库党仪事业连账目都搞得一团乱 好不过现在黄珊珊她甚至连部分军立委都不辞 这样的结果小草会买单吗 将军 小草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上这些年轻的小草 薪水从2万多到3万块钱 那从这里面扣出1千块来 都是对她来讲是满大的一笔开销 那就是一种热情支持你民众党嘛 那结果你的钱是这样乱花 这个黄珊珊这个事情啊 这些会计师也好 这个公司也好 科目公司也好 都是你的亲信 今天我们当主观的人呢 说自己拉拔的部下 除了事我都有责任 这个你推荐的责任嘛 你聘用的责任嘛 你领导的责任嘛 这个东西不能推啊 这个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啊 你自己的亏密啊 自己的好朋友啊 高中同学啊 照例讲这个信任度是够的 那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而且你竞选总干事 你账务总要看吧 这个流程都全部在你手上 所以今天民众党讲出来 这个纠折的办法 让一般老不幸 尤其是小草很难接受了 所谓停止党权 那不是个烟雾弹嘛 对不对 所谓负责任 你这个不分区立委 马上应该换了嘛 因为你后面还有 不分区是后面有候补的啊 你下来马上就有人了 那你为什么非黄珊珊不可 这里面就感觉到很多猫腻啊 你柯文哲跟黄珊珊 难道不知道这本烂账吗 就是因为知道 这个事情不能公租于事 所以这个记者会越开 问题越多 现在干脆闭口不讲 但是这个问题能就此了结吗 所以这个东西 民主党你要大破大力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断然 错失 壮事 断完 要不然你这个政党 如何还能争取年轻人的信任 年轻人本来对这个贫富差距的感受 相对感受是非常强的 结果你跑 太太跑去看一亿两千万的房子 哎 我们买房子都心里有个数吧 中上下三等吧 对不对 小草买房子七百万的房子 投笔金都放不出来 那这种像中设成的 就是三房两厅啊 这种一千多万的房子已经是上限了 搞到一亿多 你的钱金第一笔订购费你是几百万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要号称清廉又做出这种事 不管你买成没买成啊 看房子你总会 这个房产公司一定会告诉你 大概是你的预算是多少吧 对不对 你没有那点预算的本钱 你怎么去看那么贵的房子呢 第二个这个政党 你说对 每个新人起的政党 都希望有自己的 党里面的财务来源 但是不能这样搞啊 这种搞法 结果搞到自己现在一笔烂账 所以民众党的人 科批的人设 跟政党的形象 这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看你这个纠责的这个结果呢 停权三年 我们觉得停权三年 可能一点批用都没有 而且自己 当事人自己出来 主持调查 善后 善后 什么东西可以讲 什么东西不该讲 什么事情就马虎脱过 所以这种查下去 会有一个清楚的账目 所以我觉得科批 如果你将来想当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你的任用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官越大 越靠下面的班底啊 要找些好的人才 你说蒋经国的成就 没有李国鼎了 这些人 赵钢啊 那个铁头 赵铁头啊 这些人怎么费业了 怎么会把一个国家整好呢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的班底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敢相信 把我的国家托付给你啊 这个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你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的啊 一定是提纲切领的 用些好人嘛 今天 你看我们台湾的政治现象 民进党也是找不出好的部长啊 好不容易有一个比较有专业的 又有一点什么逃车案件 又下台了 所以这个问题 你看看民进党今天的结果 你再看民众党 你的人才培养 你的人才选拔 人才的选用 你要起来就是 这一步路走错 后面就不堪文问了 真的吗 你任何一个总统 你能管到全国都是吗 对不对 如果说金钱上再搞不清楚 所以今天台湾 为什么大家对政治不满意呢 就贪腐的案件太多 你连一个新兴的一个政党 号称清廉的一个政党 就出这种事的话 真的大家都很悲 感觉到很悲 台湾的前途蛮悲哀的 你们政治人物就这样搞法 对不对 哪有希望 其实本来小桃也是天真的以为 这是一群糊涂人搞的 一群这个一堆乱仗 但后来发现里面 越来越多不合理的事情 黄珊珊一直强调 每一分钱都没有进到个人的口袋 但现在这假账的雪球越滚越大 黄珊珊说要善后 结果只会天天告诉大家 有哪些支出又漏灯了 不过她依然连916万的发票 都拿不出来 虽然中平会现在祭出了陈楚 但是这个陈楚却只有停权三年 这对得起这些小草 义无反顾的情谊相挺吗 委员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事情就是包括假账风波 包括政治现金 还有包括竞选经费等等 其实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真的在支出上面 或者有一些收入 要对得非常仔细 真的不容易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老实说已经有透过 整个竞选团队 还有会计师 其实都已经做过了 再加上监察院 其实在四月份就已经退 就退给他们了 就说这里面有问题 可是一直到现在 可能都还说不清楚 甚至柯皮还希望说 可以天天开记者会 其实他弄错方向 金飞洗笔 那时候在疫情期间 可以天天开记者会 是他可以 他常常都是一腔命中 就是他可以直接指到问题点 那时候在疫情的当下 其实常常跟他讲出的话 都贴近人心 可是现在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竞选团队 必须要接受检视 所以天天开记者会 老实说真的 就天天做球给别人杀 所以大概两天 就撑不下去了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些小草当时 有很多可能是原来 民进党支持者 那后来都选择 靠向在民众党这边 主要当然也是因为 可能有青年的形象 然后希望是跟他们靠得越近 因为现在年轻人 不管在收入上面 或者要买房 或者有很多的经济来源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对比 所以也造成非常多的不满 他们也希望说 支持民众党以后 可以改变这些 可是没有想到说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可能也会让他们 非常的失望 那可是像在他们 这个过程当中 老实说是保皇成功 因为除了在党务上面 没有办法介入以外 其实事实上 这一席立委是保住了 那当然这个对很多 原来的党内的支持者 或者民众党的支持者 可能会有所不满 因为当时在 处理菜壁乳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果断决绝的 那像现在的这样的标准 而且是让大家 觉得很质疑的部分 反而可能拖泥带水 其实就让大家觉得 比较不能接受 那如果要度过这一场难关 这当然是民众党的家务事 他们要怎么样用人 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如果还想继续存在 而且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少数党 有关键的决定因素的话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 他可能会丧失 这样的一个角色跟资格 好 到底要怎么样来善后呢 媒体人李燕秋发现了 从假账案爆发之后 蓝营开始约束了自家人 不要攻击民众党 还向柯文哲送暖 结果却被柯文哲反酸 是在讲场面话 而民众党在办青年营 找来上课的竟然是陈水扁 为民众党的青年营来上课 那么李燕秋就质疑 小草们是能够从贪污犯身上 学到什么经验 那么现在柯振营的假账 运营都稍不停 会不会就像李燕秋所说的 柯文哲认为 只要民进党可以放手 那他就能够脱身 他就可以过关了 所以为了换取 在假账风暴中脱身 柯文哲接下来 是不是很有可能 会向深律来扣拢呢 后世音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时候找阿扁 真的是太妙了 在自己照顾一大乱七八糟 找阿扁跟阿扁取经过 我觉得这真是太贴切了 我先讲一下 他黄山山的处置很怪 讲实在话 就是你今天来讲 一个部分区立委的职务 算不算党权的一部分 理论上应该算 但是他要解释成不算 大家也可以接受 就是说你只是不能够 被提名为部分区 但是你可以继续干 这个当然有模糊的空间 但是问题是 他回头又跟大家讲说 那你要继续做 善后小组的召集 那善后小组 不是党权的一部分 他现在显然认为不是 善后小组是总部的 禁总的 然后不是跟党无关 所以你可以继续做这个 那问题 那因为你当初是 竞争总干事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屁股擦干净 那好了问题就来了 如果禁总的事情 跟党务无关 你凭什么用 他在竞争总干事的作为不当 去处置 去停决他三年 对不对 他那件事情 跟他的党权无关 你用什么伤害政党名誉吗 也没有啊 他伤害是姓总名誉啊 不是政党名誉啊 你为什么用它去处理 因为我停决他三年 停决他三年之后 然后 那你现在的状况 说好 你的党权都停止了 但是你可以继续做 这就非常莫名其妙 那逻辑是不通的 很简单的一点 就是说柯文哲 现在需要黄珊珊这个防火墙 这个人肉盾牌 好 所以呢 黄珊珊必须要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所有的问题 通通来找黄珊珊 所有问题都攻击都是黄珊珊 今天把黄珊珊拔掉之后 大家马上就去找柯文哲 所以黄珊珊这个位置一定要保 不是说 我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 内部平衡什么之类的问题 就是 如果没有黄珊珊 你大家天天去 天天赌柯文哲 你的账目怎么样 所以找一个黄珊珊在那边 然后问题是黄珊珊处理的 又哩哩啦啦 每天 每天变成 变成剑靶 所以跟你讲说 你干脆不要开 他现在状况 状况是这样 但问题是 黄珊珊只能处理他部分的问题 他的木可公司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黄珊珊没有办法去处理 木可那个才是大洞 还有包括 陈佩琪的那个制瑶公司 到底是谁的 一下说是他 他用人头公司 一下说是儿子 一下说 柯文哲又说是爸妈帮儿子开公司 陈佩琪又说他是儿子自己的钱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到现在 到底现在还是不是小草咖啡厅 刚开始说是小草咖啡厅 问题是 他儿子开一个制瑶资讯传媒 还是小草咖啡厅吗 这个东西搞不清楚 不只是他 陈佩琪本人公务员服务法的问题 这个东西 一团烂仗 那至于说 你说柯文怎么办法考虑 我觉得难啦 讲一实在话 他现在要考虑 第一个阿扁 对民党也没有那么大影响力 第二个说 他现在考虑呢 人家也不会接受 我直接把你干倒就好了 我还会放你过 而且不是这个 后面还有进华城山大案 那国民党的态度 我觉得 我觉得要去思考 一开始那个 朱日伦送暖 结果被人家讲是场面话 然后现在说要合作 他说要合作 没有关系 你告诉我 你现在的蓝白盒 到底是理念的结合 还是利益的结合 看起来一定不是理念吧 因为柯文哲一直讲 第二个不一样 他还去讲说 你是场面化 那如果是利益的结合 你有没有一个合理 合理理性的分赃模式 那从六点先议看起来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看起来也是没有 接下来 利益的结合就是 你拿什么 我拿什么 到目前为止 完全看不出来 你说国民党 不管是傅昆奇也好 还是朱立伦也好 你们有一套这样的想法吗 就是稳定的状况 我们大家来怎么分赃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不是利益的结合 也不是理念的结合 你接下来怎么办 你迟早是要分手 那你现在就是说 你到底在维系什么 而且我再讲一个 就是说第一个 现在状况看起来就是说 因为他垮了 所以你今天 2026国民党问题好解决很多 不然你新北台北 跟新竹都会重演六点协议 那个时候的状况 现在看起来大概 大概没有这个问题 黄国商民调跌得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大概问题会好解决很多 再一个我要讲是说 国民党自己要想说 不是一定要结合什么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 一个主流思维 就是说柯文哲垮了 蓝白盒就垮了 蓝白盒垮了 就没办法对抗 对抗民进党 你现在想说 你自己本身长成什么样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人 你完全不做任何的改变 我就讲你上会席的那个状况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花冬条例 又是选罢法提高罢免门槛 你天天提这个东西 你的支持度会高才有鬼 如果你的蓝白盒 丢出来都是这些鬼东西 那还不如不合 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思考说 你不要再去想说 过去这半年国民党 向政治报发护 就好像我突然有钱了 所以我为所欲 我怎么去休理民党都可以 你去想想你好好 你怎么好好经营一个产业 好好怎么把这个路线理清楚 比如说像这一次来讲的话 人事同意权 到底要审不要审 通通都没有 国民党团那个记者会停开了多久 停开到 例行就会停开到 最后李彦秀不得不出来 自己党中央自己出来开 国民党团真的在放暑假 你下会期到底要干嘛 你现在该跟大家讲清楚了吧 所有的人选 一堆人事同意权 你到底要审不要审 你民国哪一年 什么时候要审 那每个人各自有什么缺点 现在应该要来处理了吧 什么通通都没有 然后那你告诉我说 你下会期还要见招拆招吗 第一个会期乱就算了 下会期还要继续这样子吗 那而且新的局势 你蓝白之间还是那个状况吗 我觉得国民党这些东西 要去想清楚啦 你不要整天只在想蓝白盒 蓝白盒如果都过于是阿萨布鲁的 或每天在提一些 乱七八糟的主张 蓝白盒也没有用 好的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是 从民众党还有到民进党 可是司法风暴 一波接一波 检掉今天大动作了 冲进国会来搜索 竟然是冲着民进党籍的立委 林怡景 不只搜索他的国会办公室 而且兵分两路 搜了台南服务处 疑似跟国会助理费有关 这新政府上路之后 赖清德的台南帮 现在算起来已经是第三个人中枪了 包括前前看到陈宗燕涉摄滩被倾诉 还有李梦燕十年婚外勤丢官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林颖 他短短半个月内 这个敌信子弟兵轮番重担 大家都在问所为何来 我们请教立文 我们先不要说 这到底有没有人为了争官位 这是不是党内的内斗 但是对比过去 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这八年来 我们先看到郑文村圣滩 压着没有人敢办 这八年来动都不敢动 那么今天是不是至少司法该究责的有究责 没有不敢动天子的人马 你怎么看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 就是说司法没有是 我们知道这个正义的女神 眼睛是蒙起来的 换句话说 她是没有颜色的 没有立场的 不看人的 不看是谁来办案的 但现实是怎么 是不是如此呢 我觉得我有很大很大的保留 因为毕竟蔡英文刚刚退位 然后赖清德刚刚登基 那在这一段时间 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再观察一下 现在恐怕要下定论跟判断 都言之过早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的人马 接连出事的可能性有很多 林一锦为什么出事 到底检调是要搜什么 查什么 办什么 现在都还言之过早 打的招牌是说助理费的事情 所以搜索了国会办公室 跟在台南的服务处 但打的招牌是这个 最后成案立案起诉的 不一定是这个 那如果他今天打的招牌 所谓的诈领助理费 还是老案 是在他担任市议员的时候 我坦白讲 担任市议员的资料 现在还留在立委办公室吗 还留在服务处吗 而且他都已经当了一届立委 四年完毕 这是他第二次当立委 刚刚上任 为什么这个时候动手 检调到底是要查什么 是不是有更大的案子 才是真正检调的目标 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 市议员期间的诈领助理费 我其实很难接受说 李怡没有办法把他压下去 那事实上他压了 所以他也顺利的提名了 也顺利的当选了一届的立委 现在已经当第二届了 我认为这个诈领助理费 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那背后到底查什么 这个东西当然也牵涉到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动林茵井 真正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得看 也不排除是赖清德 自己要清理门户 也不排除是赖清德觉得 台南是他的起家地方 是他的地盘 那么这些年来搞得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他受不了了 因为的确对他造成了 重大的政治伤害跟包袱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可能 清理门户 有没有可能下手的是赖清德 自己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那你说他才刚刚上任 就在这个时候 办台南帮的事情 到底是对赖清德好 还是不好呢 到要选举的时候办 才是真的不好 这个时候办 不一定对赖清德不好哦 所以我觉得 不要太早忘下定论 也不需要一厢情愿 可以再好好的观察 或许水更深也不一定 就好像民众党的问题 刚刚上后知在回答 有关于国民党在思考 民众党接连出包 柯文哲 黄珊珊 这一场让大家无法接受的闹剧 绣了底线 破了人设 这何其严重 这已经不是国民党可以帮忙护短的了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他自己要跳海 你不可能分分秒秒看着他 对不对 他每天分分秒秒都在寻死 我看起来就是这样啊 你今天柯文哲 黄珊珊等一干人等 每一天民众党在处理危机 都在帮自己制造危机 民进党要修理柯文哲 修理民众党都没这么厉害 都没有民众党自己修理自己这么厉害 挖坑猛跳 这已经不是你国民党在旁边 拦得住就得了的了 第一个 想清楚吧 第二个 我也同意顺着刚刚善后知讲的话 冷静地思考一下 国民党在国会的第一会期的思考盲点 什么盲点 就是国民党很怕自己不是国会多数 所以非抱着白的巴西立委不可 死抱不放 这就犯了战略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错误 其实你应该视个案 视情况来决定是否跟民众党团合作 而不是像我刚刚那样的一个思维 好像在心理上面 情绪上面就已经自己被民众党 挟持了把民众党当鸦片锡了 这个不是蓝白盒的本质应该要思考的 这样的蓝白盒是不健康的 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两个党本来就不是同样蓝银出身的 以前你说新党民众党还同样蓝银出身的 民众党的柯文哲是深绿出身的 即便他们跟民进党翻脸 但是在很多的DNA上面 的确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不能一厢情愿 过一天算一天 活在一个自以为是掌握国会多数的幻想当中 我觉得国民党的确应该要理智 冷静清醒的思考自己的处境 跟这个党接下来下一步的走法 否则的话经过了半年的恶斗 你看看民进党的支持度 再看看国民党的支持度 在党的支持度上面毫无起色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重大的警钟 告诉你所做的很多的努力 民进党再怎么烂再怎么坏 人民再怎么唾弃 都没有因为你反民进党的种种努力跟作为 而提升了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分量 国民党如果一天不面对这个问题的症结 你就一天没有信心失败主义 认为没有蓝白盒 不但输了2024也会输了2026 更会输了2028 如果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有这样的忌惮 上上下下都有这种失败主义的阴影 那只有三个字 我再送六个字好了 没出息 我难非 好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你 有 有 有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